為期會寫道道 本所感謝您 才是帶領著我們的恩寧面前 起來敬拜 主 這個時候 我們恭恭敬敬地打開你的話語 可求您才是指教我們 可求您才是帶領著我們 讓我們曉得 在這酷乳燈的日子裡面 要怎麼樣穿起 主 您的全夫君子 讓我們能夠在信仰當中 能夠仗义地主 爸爸父王 我們在一下的時間 继续向你阳光向你教徒 无论是讲的 无论是听的 都带领这门 同感与你的 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因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向你祈求的 阿弥 全副军装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知道 你身为一个基督徒 是在震荡当中 在就是 有许许多多的震荡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或是说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就快快乐乐的 等着上天难不失了 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沙达非常不喜悦 非常开心 他会用各样的办法 想要办导你 想要拦住这个 想要阻止你灵性的成长 想要阻止你 让你能够像世人来做健康 想要阻止你 好让你自己 能够被这个捆绑的时候 你的灵性 就能够得到自己 真正的释放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需要知道 上帝已经把这个 全副的军装 赤下来给我们 之前的时候 我们提过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提到 第一个全副军装 什么东西啊 还记得吗 是那个带子 用真理 当着带子 来素摇 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讲什么呢 就是 用公义 来当着这个 固形劲 用公义 当着固形劲呢 是像一个人 是一个浩然正气 一个人 在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都毫无一切 这样的人 虽然人家 可以攻击着他 这样的人 虽然人家 可以不喜欢他 这样的人 虽然人家 可以毁放着他 但是呢 一个正气的人 一个有公义 当着固形劲之后 凶了人呢 是不容易被打倒的 虽然你可以攻击他 当时呢 他绝对不容易被打倒的 因为他能够勇敢的 葬礼 就是上个星期 我们这么讲的 那今天呢 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 今天在 《语副手术》第六章 第十五节 第六章 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节的经文 在一额上 以我用平安的福音 当着玉妹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第一个呢 是败子树腰 第二个呢 是护行镜 来遮凶 第三个呢 讲到的是鞋子 当用平安的福音 当着是 你预备走路的鞋子 来穿在脚上 这个鞋子穿在脚上呢 是预备的时候 让我们在磨难日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这个福音 这个平安的福音的鞋子 穿在脚上面呢 是让我们能够在 在齐驱不平安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你能够继续走不下去 如果你没有穿鞋子的话 你走不太远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穿鞋子的话 像你现在走回家的话 你就感到很不舒服 如果你没有穿鞋子的话 你很难能够继续勇敢走不下去 但是这边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呢 你要用这个平安的福音 当着预备走路的鞋子 穿在脚上 穿在脚上之后 这个平安的福音 穿在脚上是不是让你很平安 是不是让你去很平安的地方呢 绝对不是 反而 让你穿上平安的福音的鞋子的时候 是要让你去到平安的地方 你说是这样吗 平安的鞋子穿在 不是让我们有平安 让我们走路很平安吗 不是的 平安的鞋子穿在 还是要让你走到不平安的道路里面去 你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刚刚做工的时候 在我还没有做工事之前 我是一个在construction site里面的工程师 那边会走路 在那边走路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穿safety road 一定要穿那个鞋子 那个鞋呢 是一个很厚的 经过design过的 它下面呢 你铁钉踩下去的话呢 铁钉整个会弯掉的 你的铁钉呢 不会穿过你的脚的 然后呢 它的头呢 是很硬很硬的 你真的可以提示 那个砖头这样打下去的话呢 你的脚是完全不意受伤的 这个safety road穿在脚上呢 因为那个contracture 因为那个地盘 那个工地那边呢 是很多很多危险的 你不晓得你会踩到什么东西 你现在所穿的这个鞋子呢 基本上 不适合进去工地 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下面踩了什么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上面的铁条 什么时候会打下来 压伤了你的脚趾 所以你一定要穿到这个safety road 这个safety road穿了之后 safety马上是 是很安全的嘛 这个安全的鞋子穿进去 是你今天穿这个safety road来这边吗 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afety road是非常很重的 一个的鞋子 这个的鞋子穿了 是预备你去什么地方呢 是预备你去那些不平安的地方 是要预备你去那些很危险的地方 你要穿很safety的鞋子 去那些不safety的地方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去那些很安全的地方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穿这个safety road 你就是因为你要去不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你要穿上这个安全的鞋子 进去里面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明白这个意思的话 就明白这个 这边道理的 你要穿上这个平安和平的鞋子 去什么地方呢 去和平的地方吗 不是的 上帝这边丰富我们 你要用平安的腿 当着预备走路的鞋子 穿在脚上面 就是要让你进到那些不平安的地方 这个世界是一个平安的地方 平安和平 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希望有这个披喜和平 希望这个世界和平 希望这个天下太平这些 但是呢 世界是充满着不和平的地方 像耶利米书里面所记载的 他说平安平安平安 其实性里面是没有真正的平安 什么是平安呢 平安在希腊文里面 它是Irene 所以如果有名字Irene的话 Irene这个名字 基本上就是来自Irene 就是平安 就是和平和这一颗的意思 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字 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和平 当我们讲到平安的福音的时候 平安的福音要记住 它的重点不是在于那个福音 是平安 是平安的福音 福音有很多种 福音有包括耶稣基督 救赎的那个福音 福音有耶稣基督向世人来显现 帮助度过这些患难的福音 然后这边讲到是一个平安的福音 那平安的福音它讲到什么东西呢 它是讲到关于和好的一些事情 在关于平安的福音里面 基本上有五个的层面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 第一个的层面 是什么层面呢 第一个当我们提到和平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平安的时候 是指你自己与神之间的和好 你跟神之间有没有恢复和好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在含有信主之前 他的信里面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 你告诉他 你跟他谈平安的时候 你告诉他信念书有平安啊 每次告诉他平安平安 你的平安的definition 跟他的平安的解释不太一样了 他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平安是我做出事情的时候 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做事情 心没有平安的 我去打枪 然后警察找不到我 这个是我的平安 这个是我的平安 这个是一方向的平安 但是当耶稣基督所说到平安的时候 首先他所说的和平 什么和平呢 是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和平 一个人首先 如果你要穿着这个和平的鞋子 穿着平安的鞋子 去创讲这个和平的道 首先你自己必须跟神 恢复那个和好的那个关系 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不能够靠着自己来诚意 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单单是靠着耶稣基督 才能够回到神面前 在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救世 他是自家的大爱 使我们领受了那个真正的平安 使我们能够与神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 所以平安第一个的层面 和好的第一个层面 是你自己与神和好 如果你自己没有跟神和好过的话 那么其他的你都躺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层面 你必须自己与神和好 你才有资格才能够继续讲下去 除了你自己与神和好 那么第二个层面 那是什么层面呢 当你与神和好了之后呢 第二个就是你能够与自己和好 说我自己和好 我从来没有跟自己为敌啊 我就是爱我自己啊 所以我才会做出这样多的事情啊 很多的时候一个人 竟然是以自己为敌 跟自己是尝试一个很大很大的成果 就要这样保禄所说 我心里面所做的 那是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 我想做的当时我却不能够去做 很常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跟自己争论啥者 包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原谅我们自己 我们觉得跟自己和好 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 原谅自己和好 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 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原谅自己 曾经有个弟兄来找我跟我 跟我谈谈一些的事情 他说他谈过去的事情 谈一些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过去他怎么样造成 给人造成一些伤害 他现在每一次回想起来的时候 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内疚 讲到很多之后 那我就问他第一句话 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 来向神认罪 他说有啊 每一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都向神认罪 就一而再再而上了 不断地向神认罪 那么认罪之后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问的是 那么如果你像耶稣基督 做认罪祷告之后 上帝是不是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是吗 你像耶稣基督做认罪祷告之后 你曾经得罪了一个人 然后你现在找不到他 然后你跟神 主啊我曾经得罪了他 去求你赦免我 上帝赦免你 上帝是不是已经赦免了你 是不是啊 上帝已经赦免了你 对不对 当你像神 做着confession 当你像神认罪的时候 上帝已经赦免了你 但是为什么当上帝赦免了你之后 你却不能够赦免你自己 不能够原谅你自己 为什么你还是要一直 但是常常的手就是过去 主啊你看我过去伤害了他 主啊祈求你赦免我的罪 OK了 上帝赦免你的罪 然后之后想到了手 曾经伤害了他 主啊祈求你赦免我的罪 你到底要赦免你几次啊 上帝赦免了你一次 就是永永永远的赦免的罪 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做人的时候 不是上帝不赦免我们的罪 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不愿意赦免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不愿意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罪 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过去做错了什么事情都好 你来到神的面前 恭恭敬敬的 清清楚楚的 求神的赦免 求神的饶恕 上帝洁净你的罪 就好好地继续走下去吧 为什么很长的时候 你不愿意赦免自己 为什么很长的时候 不愿意自己和好 为什么很长的时候 常常用过去的事情 来捆绑我们自己 然后让我们觉得 哇 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不能够继续走去 所以我不能够继续成长 不是这样子的 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 上帝的爱已经赦免你的罪 上帝的救赎已经包含了这一个生命 你围着你过去的罪 你好好一直向神献上 认罪的祷告 然后上帝赦免你的罪 然后你需要好好地面对着那一个人 然后向他道歉 然后你要继续向前走下去 不要再围着你过去的罪 一直在肠累着你 一直在捆绑着你 不然的话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成长起来呢 不然的话 难道一个人做错了一次 永远不再有机会回改 不是的 在上帝的救赎里面 除了是让你能够跟神和好 还有让你可以跟你自己和好 不然的话 你背负着过去的包袱 一辈子走不下去的话 你很难很难继续走下去 第一个的和好 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和好 第二个的和好 是我们 第一个是我们与神和好 第二个是我们与自己的和好 那么第三个的和好 是怎么样的和好 第三个的和好 是我们能够与众人的和好 你不当然是与神和好 你不当然是与你自己和好 你还能够怎么样呢 你还能够与众人 与其他人能够和好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有个人名称 他被称为是平安之君 The Prince of Peace 平安之君 他所要带来的是平安 当耶稣基督降臣那一个 往上的时候 天使暴战的时候 他说 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 愿平安归于地上 他所喜悦的人 当上帝到神来到世界的时候 他愿意赐下这个人平安 给世上的人 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但是 不晓得你读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读到另外一番的话 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 他说 这东西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 你们默想 我来到世上 是要叫世上有平安 有没有读到这句话吗 耶稣基督说 我来到世上 不是要叫你们有平安 我来到世上 是让人与父亲之间有纷争 让孩子与母亲之间有纷争 让媳妇与婆婆之间有纷争 你们有读过这句的话吗 在哪里啊 马太福音第十章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十章 耶稣基督这么说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洞倒兵 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耶稣基督这么说 你的仇敌是谁呢 你的仇敌竟然是你家里的人 怎么办呢 不是要爱你的仇敌 那我不是要爱我的家里的人 那么我爱我的家里的人 原来我的家人是我的仇敌 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仇敌 原来我的老婆是我的仇敌 原来我的孩子是我的仇敌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弟兄姐妹 你们读圣经读了这么久 那么突然间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人家用这句话来问你的话 那么你要怎么回答呢 你该怎么办呢 在历史上面 有一个学者 他的名字叫做 Ingers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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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reat Agnostic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无神论者 他提倡了无神论 然后反对其中叫反对非常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罗英格说从小的时候 看到他的父亲这个John英格说 是一个非常喜欢喝酒的 然后是一个很暴力的一个牧师 常常换教会换教会的 在家里面没有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所以孩子长大的时候 就对这个基督教在很大很大的一个反感在里面 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 上帝一定会伺服我的家里面的 我是一个基督徒的 我在家里面这么努力的服侍 所以我孩子一定会好好的爱主的 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没有好的见证 光没有好好照在人前的话 那你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吗 不是的 上帝把他放在你的家里面 你就有这个责任好好地养育着他 好好把他敬虔带到神的面前 好让你的下一代能够成为敬虔的下一代 你不要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 服侍 服侍 服侍之后 我的家里可以随随便便服裂掉 不是这样子的 你反正要求主给你有智慧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服侍 另外反正求主给你的智慧 怎样分配时间在家里面有美好的这个见证 但Robert Ingersoll 他提出这一段话的时候 就造成很多人说 对啊对啊 原来耶稣基督也是有这样说 耶稣基督说我来到世上 不是叫世上太平啊 我来到世上是叫世上的人 然后开始很多很多的纷争了 然后叫爸爸跟孩子吵架 他说在我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啊 我的家里面我爸爸跟我就是吵得这样 我非常不喜欢了爸爸 然后是叫孩子 是叫女儿跟这个的爸妈 没有这个平安在里面 然后叫媳妇跟婆婆之间没有平安在里面 他说你的仇底就是你的家人 那耶稣基督说这一番话的时候 到底他真正的背后置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你看的时候就会投入水那边 就感到信心开始动了 原来当一个人还没有在信主之前 当一个人家庭都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 是不是平安的 是不是和平和平的呢 对啊 大家都在最终和平着 你做错事情不要紧 我做错事情不要紧 反正我们都是得罪着神的 所以我们的和平呢 我们的平安呢 是一个虚假的平安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平安在里面 但是不要紧 因为你做错事我做错事 我们都是得罪上帝的 我们都是不认上帝的 我们都是反对上帝的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和平 所以就平平安在里面 当时这个家庭里面 开始有第一个人 突然间回转过来 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那个事情就完全开始转变回来了 当你在家里面 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的基督徒 或者是少数的那些基督徒的话 特别是如果你父母亲不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很明白这段的话在讲什么东西了 当你这个父母亲不是基督徒 当你是第一个的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感到家里面不太平安了 开始呢 就好像很多很多的纷争了 不是你要跟他们有纷争 而是他们不愿意跟你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这个时候 你是回转 不会向上帝的 你是敬畏上帝的 当时呢 他们选择不愿意好好 回向上帝 他们不愿意敬畏上帝的时候 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纷争在里面了 然后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他们很凶恶的对你 也很凶恶的对你他们嘛 不是的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说 你要爱你的仇敌了 你的仇敌是在你的家里面 为什么你的仇敌是在你的家里面呢 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 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你就不管他们嘛 不是的 你反而要更加的爱他们 你反而要让他们 他们能够明白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宽恕 上帝的爱在里面 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你脚上穿着是一个平安的鞋子 这个平安的鞋子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是要预备着你进到平安的地方里面去 如果那个地方是平安的话 你不需要预备平安的鞋子进去里面的 我相信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问 为什么上帝会把我放在这个家庭里面 为什么上帝让我的家人都是不信主的 为什么让我的家族都是反对的 让我出现很多很多问题 如果像那一个人呢 他家里面都是基督徒的话 从小的教会里面长大 那不是好吗 为什么让我放在这个家里面 让我受到这么多的压力在里面 让我很难为主做见证那样子 感到很辛苦 甚至我要去教堂的话 我要去教会的话 母亲也证明反对 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里面 因为上帝在预备着你 要让你穿上这个平安的鞋子 进到你的家庭里面 来做这个见证 好让他们能够从你的生命当中 来认识上帝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产生 他们一定会觉得不太了解 不太明白 为什么你信主OK 你信主就好了 那是你休息每个星期去做礼拜 还要去小组 还要去祷告会 还要奉献 你的时间不用读书了吗 难道你不需要做工吗 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疑问 在那边 那个时候你的信仰 是不是能够障礼着主 你是不是能够用和平的心 来与他们相处 后来两个信主了 第三个信主了 然后第四个 然后慢慢慢慢 大家都信了主之后 从一个不信主的家庭 然后一个两个信主 然后后来全部都信主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就从一个虚假的平安 然后变成有了很大的纷争之后 到最后的时候 全部都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 大家都享受在主里面 真正的平安 就出现了 我的家庭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 从小到大 我们家庭里面基本上没有信仰和谈的 但是后来之后 我们孩子一个一个读书的时候 都就叫你读书 然后一个一个详细的信了主 然后信了主之后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家庭里面开始有点不平安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星期天早上要去做礼拜的时候 爸说 为什么要去做礼拜 你信神不是 神不是在你心里面吗 神不是无所不在吗 爸爸很有智慧的 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 对啊 神是无所不在的 为什么你要去做礼拜 为什么你要去教堂 敬拜上帝 人家家里面不能够敬拜上帝吗 对啊 那时候你这样怎么回答呢 所以老人家 你不要侵探他们 都是很有智慧的 但是呢 后来之后 弟兄姐妹 然后我们兄弟姐妹 然后也向父母亲床福音 为他们祷告 然后后来之后 妈妈也信主了 然后爸爸也信主了 然后向真家的弟兄姓主了 在主的爱里面 又享受到 我们的真正和平 所以嘛 当弟兄姐妹 在一个不是政治化的家庭里面 长大的话 你不需要满烟 你要向主献上感谢 感谢主 因为主让你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 向着你的自清自安做见证 你能够好好为他们祷告 你有机会 带有这种幸福 这是你可以给他们最美 最宝贵的一份的礼物 这份的礼物 这一个的恩典 这一个的权利 你不要随随便便放弃到它 那么你说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如果我拜一箱啊 箱去拜那些东西 或很多很多这些礼仪 你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的恩典 是绝对够你用的 你好好地站立得住 不妥协 不妥协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的纷争的 但是呢 在不妥协的时候 仍然彰显出我们的爱 求主给我们智慧 要使我们使用 求主给我们智慧 求主给我们智慧 要在降难中 做美好的简直 所以我们谈了 第一个的和好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 第二个的和好 是我们跟自己的和好 第三个的和好 是我们能够跟众人 跟其他人都能够和好 那第四个的和好 是一个怎么样的和好呢 第四个的和好 就是让我们能够跟 不当然是我们能够跟众人的好 是我们能够让众人 与众人之间能够和好 有没有看到有些人 很喜欢他的 就是如果一群人讲话 他进来的话 就觉得很舒服 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人 那一些人讲话的时候 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奇怪的感觉出来了 在那边 那你跟你朋友一起讲话的时候 你好好回想一下 你在躺是什么东西 那你跟你基督徒的朋友 特别是你团庆里面 你小组里面 基督徒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在那边讲 你看那个人啊 那个人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开始是那一种的吗 到底说些是造就人的好话呢 还是你开始出现这些毁谤 还是出现这些批评这些纷争 一个人 应该是一个福音的使者 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如果哪里有憎恨的地方 你让我能够散播下爱的种子吧 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责任 他说成几何时 我们不是变成 instrument of life peace 我们是成 instrument of life 什么 是instrument of 那个的hater 是善谱这些的hater 善谱这些的谎言 善谱这些不做 成几何时 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盼望毁谤人家 我们是在建立人家 成几何时 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在批评着别人 而不是在建立着其他人 这是何等何等可悲的 你好好想想 你跟谁在一起 如果那些的人 是常常埋怨的 如果那些的人 常常是指责别人的 如果那些的人 常常是散播这些 不能够建立别人的信息 而是诡谤别人的信息的话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朋友 这些人不只值得生效的 为什么 对于圣经的话语怎么说呢 圣经的话语 他提到耶稣基督说 登上宝序里面的时候 他所提到有八个福 然后其中一个福 在七个福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必什么 他们会怎么样呢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换句话说 使人不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魔鬼的孩子 明白这句话意思吗 成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上国人 应该是建立 说一些建立人 建设人的好方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怎么可以去做一些上国谣言的 你怎么可以去做一些毁谤的人的话 这样的话在神的面前有见证吗 不是的 上帝来到世上的时候 是为了让人能够回来 能够明白他的爱 当我们基督徒在众人面前做建设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众人面前的时候 你是让人与人之间和好的 还是让你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这个冲突呢 你是使人和睦的 还是你是使人相争的呢 求主保守 让你的口 能够好好说些 造就人的好方 不是在说一些这些谣言 不是在上国文写 不是讨神所写的话 成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造就别人的 所以基督徒 应该是把你的光照在人群当中 让别人之间有纷争的时候 也不是跑过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火上起来 他们炒得很害怕 这边看他们炒得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就去八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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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的 但别人纷争的时候 你应该跑过来 用上帝的话来告诉他们说 应该要怎样做 好好的 让他们能够和睦 让他们能够和解 让人与人之间能够产生这个和平 让在纷争当中 你能够穿着福音的鞋子 进到里面进去的时候 让那一个地变成一个和平之地 是一个能够有和好 有平安的 在里面传良的 而不是在里面的时候 产生很多很多的纷争的 亲爱弟兄姐妹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在教会弟兄姐妹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纷争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 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在里面 这个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在怎么样属灵的家庭 在怎么样和好的一个家庭 在怎么样和睦可亲 这个大教会或者小教会小组里面 都会有些的矛盾 产生在里面 因为你有你的习惯 我有我的习惯 虽然所要达到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有我的方式要去做 你有你的方式要去做 然后你的方式不一定是我喜欢的 最好像吃粽子的时候 你们说北方的人喜欢是甜的粽子 我听到吃甜的粽子 对我来说粽子应该是咸的 吃甜的粽子很难接受的样子 然后你听到我吃咸的粽子的时候 你可能说咸的粽子 糯米应该是配甜的东西 糯米怎么可以配咸的东西呢 文化之间产生了这个的冲突 虽然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都是要吃粽子 但是呢就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的途径 不能够接纳 不能够接纳 然后突然间有个人出现在 不用紧了 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 只要有粽子就好了 我们一起吃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包咸的又包甜的 你想要吃甜的就包吃甜的 你想要吃咸的就吃咸的 就是这么简单 好不好啊 OK 大家好 和睦共处 牵牵手又是 一送前来 这一个呢就是一个死人和睦了 如果一个不是死了和睦 跑过来吃了吃了吃了 为什么他们是甜的粽子 那我们甜的粽子 你怎么放红豆沙 他们又放红草 哇 它们怎么这样吃 南方的跑过来说 哇 跑过来 太多看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当然是要吃粽子而已 跑会死了 哇 你说 咸的要死 在很多的时候 你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你想一下 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 当你跟你的 管理在一起谈听的时候 你们在谈对 你们是在论断别人 还是你们在建立别人 你们可以谈到一些 弟兄姐妹的暖落 可以 谈到之后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那个弟兄姐妹的暖落 然后我们想办法 看一下可以怎样见面着他 这个是有个建设性的 他很长的时候 不喜欢读书 很懒惰 然后没有什么见证 然后呢 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他 这个就是一个建设性的了 然后他说是了是了 他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这个时候开始讲什么东西呢 讲这些常言 讲这些没有建设性的话的时候 你认为你是穿着平安的鞋子 进到人群当中吗 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使人和睦的 在当中 你要好好预备你的心 哪里有纷争的地方 选那边 好好地为主族见证 上播主的爱 上播主的狂说 上播主的平安 而在你自己的嘴巴那边 你要好好地看守自己 所讲的这些的话 不是说那些毁荒人的话 而是愿意更多说那些 造就我们的人和睦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成为一个 使人与人和睦的 我们再温析一下 在和睦之间 第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 能够恢复这个和好的关系 第二个呢 我们与我们自己 能够得到这个和好的关系 所以圣灵来 是叫我们为罪 为意为审判 是叫我们自己 责备我们自己 好让我们自己 能够围转过来 为了过去的罪 我献上 主啊祈求你赦免 献上这个感恩 然后感谢你的赦免 自己与自己和好 然后第三个呢 你能够使自己 与众人能够和好 在自己 在众人当中 能够有美好的见证 第四个 不止你能够与众人和好 你还能够 让人与人之间 能够和好 你能够成为 instrument of God's peace 然后第五个呢 你进到人群南族的时候 你不是叫人与人之间和好 你还可以叫人与神和好 当你跟神和好之后 你跟自己和好之后 也能够让人 能够好好的与上人和好 这个基本上讲的就是 创福音 就是让一个人在最终 也能够把这个福音创到他 让他能够也享受到主的恩典 让他也能够明白到 原来我需要这个的平安 然后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他愿意与神和好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 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那边 他提到说 那创福音报喜心的人 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加密 那些创福音的 那些报喜心的人 他们的脚中 他们的footprints 是非常非常的加密 为什么那些创福音报喜心的人 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加密 因为这些的人 他们走过的地方 他们都留下了 不只让人与人之间和好 的种子 他们更留下的是 让人能够回到神面前 明白到上的爱 那些的种子 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加密 因为凡他们到的地方 凡他们所经过之处 他们都留下了 上帝的福音的种子 使那些愿意相信的 都能够信诸 都能够奉入神 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有时候的时候 他会提到这个脚中 他会提到这个福音的鞋子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一个时候的背景 对整个的军事来说 鞋子是绝对不能够被忽略掉的 那那个时候呢 在罗马那个时候呢 我相信他们都有一个很明白的 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是传规暴行性的脚中是何等的嘉宾呢 这个的背景基本上是源自于那个的 马拉松 你们知道马拉松吗 跑那个马拉松 跑多久啊 跑42的K 基本上是42 差不多42.2 比达密克的一个摇门的路程 那个路程 那个马拉松是什么样演变出来的呢 那个马拉松是在主前 差不多四五百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波斯帝国想要侵略 想要打赢这个希腊帝国 然后希腊帝国里面有两个很大的城邦 一个是雅典 一个是斯巴特 一个是雅典 一个是斯巴巴 然后呢 波斯帝国想要战略这个的希腊帝国的时候呢 然后常常派军队来打仗 然后第一次的战争呢 第一次的战争的时候 雅典自己要跟这个的波斯来打仗 雅典要跟波斯打仗的时候非常非常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波斯帝国呢 派了十万大军来到雅典 要来战略雅典 然后雅典人呢 只能够派出一万个军士 然后再加上一千个那些 他们是斯巴巴 所以就一万一千个人 一万一千个 十万个人 十一亿 很难很难 他们没有办法情况下 然后他们就想那个 他们就说 我们就叫一个人去找 去斯巴巴那边找这个救 找这个救兵来吧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很会炮的人 这个很会炮的人 他们叫做Philip Philip The Fist Philip The Fist 他是一个很会炮的人 他就从这个斯巴巴那边 他就从这个雅典那边 一直跑 跑到斯巴巴那边去 跑了两百多个km 还有一天的时间 差不多三十多个小时时间 他就跑完了两百多 非常会炮的人 跑那边去的时候 叫这个救兵来 然后那个斯巴巴他们说 我们不能够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们看那个斯巴巴那边 看那个月亮呢 那个真的是那个 都是他们的背景 他们说不能够 我们看月亮 要等到十天之后 我们才能够派出这个救兵 十天怎么可能呢 然后这个Philip The Fist 很辛苦 又从斯巴巴那边 然后回到雅典说 不能够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 没有办法 他们不愿意来 他们不愿意来 不要紧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来对付 所以呢 当这个的博士军 他们在这个的马拉桶 他们就在马拉桶 这个的海岸 这个的地方 登陆的时候呢 这个雅典人 就在那边预备着打仗了 然后是打了之后呢 居然给他们打赢了 这个的一万一千人 打赢了这个十万人 打赢了之后 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他们要第一个小 第一时间 要把消息带回去雅典 所以呢 这个Philip The Fist 就是很没跑 他又从 打赢了这个战争 他就从马拉桶那个地方 开始跑啊跑 一路跑 跑回雅典 跑到雅典的时候 在雅典的这个团场上面 他拉着他说 我们终于打赢了 我们终于打赢了 他拿去 断气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家就 纪念着Philip The Fist 就把这个 从这个 这个马拉桶 直到雅典那一段路上 他们算了之后 是42 42.195km 他们就说这个就成为国际标准的 然后1895 1896年 第一次Olympic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这个马拉桶项目 直到现在 那一个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呢 那床回报喜心 是一个很激动的 我们终于打赢了 第一个时间一定要让我的家人知道 虽然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我还要跑 还要跑 你想像那个人 四百多km 然后还要再继续 四百多km 然后再加上跑42个 就像这边 跑到基督城那边去 拼命地跑 拼命地跑 中间就要休息一下 但是你想像 他那个的休息 他愿意好好休息吗 盼望他的主人 更快知道这些事情 拼命地跑 必跑 然后就要走 甚至牺牲了自己 但是 他愿意把这个的福利 Evangelion 这个好消息 带给他们 他带给他们的信息 是我们大胜的 我们这个小国 终于大胜的这个拖石大国 但是 今天基督徒 你所承受的是一个什么的信息呢 你的好消息是什么信息呢 你的好消息是什么信息呢 你的好消息是 耶稣基督已经 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反正相信耶稣基督 都能够从死里永远 复活的这个盼望 都能有勇士的盼望 都有上帝恩典 满满的这个祝福的存在 你现在拿着这个福音的信息呢 你穿上这个平安的鞋子了 你是不是像那个Philip的那样 勇敢地跑下去呢 还是你觉得 不用紧拿上窗户下 踢一踢这个 反正外面很多人跑 啊 那个人跑得这样快 跑得这样远 这么傻啊 那个人 会休息一下吗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吗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变成了这样的人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子的 保罗所说 那传福音 报喜心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何等的加冕 那便愿意好好 将自己的教 行走在上一个道路上 好好去传讲主的道的那些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的加冕 你愿不愿意好好地 在你身上 射严当中 为主的竞争 那你想前面的道路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 会去到不同的地方 会留在那里的 会去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你是把你的知识带了过去 还是你把你的钱带了过去 还是你把你的这些厂地 你的妻子老婆带了过去 还是你能够把耶稣 基督的妻子带了过去 那传福音 报喜心的人 是何等的家里 他们的教宗 穿着平安的鞋子 只有一个的目的 不是去到平安的地方 是去到不平安的地方 求主帮助这门 让我们基督徒 能够在纷争当中 能够上过下主的爱 在框树里面 我们愿意让人看见上帝 人的恩典 求主带领这些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成为 这个传福音的使者 我们再把这些经文 一起来读过 我们再来 翻回《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六章 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 这两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过 《以福所书》第六章 十四节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以得上》 所以要占人们 用真理当着带子书腰 用公义当着护心静折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着预备走路的血 创在家上 撒旦是要制造这些的纷争 撒旦是要让人与人产生的纷争 撒旦是要让人与神产生的纷争 让人渐渐的纷争 但是成为上帝光明之子 我们应该是让人与人和好 让人与神和好 建立着上帝的国度 让上帝的爱透过我们的脚中 传统出去 我们一起祷告 皇上 神主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赐下 祢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 祢的救赎 让我们无 nueve永恆盼望 与永生的盼望 祢 Nederland에 защ � Corporation 主,当我们领受的时候,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也祈求祢教导主们,愿意把祢的福音散播出去,主教导主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主祢的光明之子,让我们愿意成为主散播祢爱的门徒,阿爸福啊,无论我们到哪里去,都祈求祢赐给我们个谦虑的心,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创伤和平的福音, 但这是预备走路的鞋子,主,祢拆我们到哪里去,伴主这门,让我们就把祢的福音带到那边去,让那边的人与人能够和好,让那边的人能够与祢和好,主,我们知道我们卑微我们不配,但祈求祢家庭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能够在祢面前,葬祢的主,好让我们能够在祢面前,得盟主的名愿,谢谢祢因为祢我们的同在,以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想先上这一切的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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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